我们过去有一个话说的也有点意思 说人多势众 什么意思 就是凡事 人一多 这就有事 这事就能帮你把这事干成 叫人多势众 干什么 多去人 去少了不管用 让人欺负 得多去人 我们今天 别看中国人多 到处都是无洋无洋的人 尤其去了火车站 去了医院 去了公园 哪哪哪都那么多人 但是你们不知道 中国今年的青年人 仅是印度的一半 印度有六亿 我们叫三亿 我们今天的人 老的老 小的小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 很快老龄人 比我岁数大的 全算老人 得突破四亿 四亿 我们想一想 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负担 如果没有年轻人跟上 将来谁养我们 你们年轻人 肯定没这感受 那谁养谁养 是吧 但是问题不行 现在人活得长 过去人活得短 我觉得中国人的人均寿命 很快 还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公园里 什么到处都能看到 是老人 那么就必须有资金 去支持他 哪来的资金 就必须有人干活 我们今天 年轻人 仅是印度的一半 那听着这个数据 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民族的未来 我们其他很多国家 像北欧的国家 像俄罗斯 像日本 像德国 很多国家都要求 自己人口增长 只有我们限制生育 全世界都不限制 就我们自己限制 我们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 是因为过去 有各种各种理论 认为中国人穷 主要是因为人多 那我们刚才算了一些数据 对不对 我们的德国 日本 这个这个 印度 都比我们人多 就平均的 平均每平方公里上 都比我们人多 那你会说 中国那个土地上 敬沙漠 敬高原 那日本还敬山呢 对吧 都一样啊 所以呢 美国这样的国家 就比较贼 它怎么贼啊 它是个移民国家 老让移民 你甭听他说 卡着这个卡着那个 他只卡着 对他不利的人 对他有利的人 他全放进来 全给你利款 全给你户口 让你变成美国人 你想想 中国人有时候很亏 我们这么多年啊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有多少人口移民 我们凡是移民出去的人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优质的人群 那他移民到国外去了 你比如加拿大啊 有有重要的华人区啊 美国也有 美国到底移进去多少中国人 咱们不知道 美国人比我们清楚啊 大量的人通过移民的这个途径 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干嘛去了 替美国干活去了 美国人让中国人干了多少活 美国人心里是清楚的 我们是不清楚的 美国人一定不让这老弱病残移民 对不对 他觉得你没用 你这个人文化低 你这个人没什么用 他不让你移民 他老逮你 说你黑户 把你遣送 凡是有用的人 他绝对不把你遣送 比如我知道一个情况 我有一个朋友 他爹 理论上讲 他爹都退休了 60岁 一退休 第一件事就奔了美国了 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 待了没有多长时间 美国移民军来了 给他一个绿卡 他说我没有申请啊 他说你不用申请 你的情况 我们都非常了解 你非常有用的一个人嘛 说给你 你愿意用就用 不愿意用 老老头 那老头就留在那 他是我们非常著名 一个医院的院长 到了美国 人一算 您这岁数 身体这么健康 你只不过是中国的制度 让你60岁退休 到中国美国干嘛 在美国又一干 又十多年 二十年 替美国发挥余热去了 在我们这没有余热 所以美国很贼的 就变成了一个移民国家 他不愿意接收的 他就说你们都是非法移民 他愿意接收的 你们全是合法的 那非法和合法之间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你要申请 那申请 那非法为什么成为非法 是因为你申请 他不让进来 他觉得你的价值不够 如果他觉得你价值够 你比如你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 你身怀绝技 你是科学家 你或者是什么 他觉得你有用 他立刻就放行 让你过来 所以美国 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是通过移民增加人口 那么其他国家呢 鼓励生育 而我们来限制自己 我们限制自己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们会丢失一种文化 这个文化是什么呢 是叫兄弟姐妹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这人怎么称呼 说我有哥哥 我有弟弟 我有姐姐 我有妹妹 是吧 我有堂姐 我有表姐 我有堂兄 我有表兄 那很多人就一下就晕了 说这堂和表 怎么去分呢 这亲戚之间 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最闹不清 这个复杂的亲戚关系 我们中国人的语言表达非常的丰富 你比方同为男性的上一代 那么你父亲这一只 比你父亲大的叫伯父 比你父亲这个小的叫叔父 也叫叔叔 对吧 那你母亲那边呢 有舅舅 这舅舅不分比你母亲大 还是比你母亲小 按排列算 所以有大舅二舅三舅 和小舅 最后一个一定要叫小舅 至于这个舅舅 是你妈的哥哥还是弟弟 这不重要 在这边看不出来 在母系这边看不出来 但是父系这边看得清清楚楚 你的大伯父 二伯父 三伯父 一定都是比你爹大的 如果说大伯父 二叔三叔 那一定是比你爹小的 对不对 这很清楚 那么在堂和表之间 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区分 什么是堂亲 什么是表亲 就是跟你爹或者说跟你一个姓的全是堂亲 跟你妈一个姓的 那当然都是表亲 还有一些跟谁都不一个姓的 除了你们家族跟你家占亲的都是表亲 那么你听着很简单吧 不一定 堂亲中他就可能表 但表亲绝不可能堂 你听这话复杂吧 什么叫堂可能表 表不可能堂呢 就是堂亲 比如你的男性的父亲这一辈的亲戚 永远是堂姓 不管是堂姐 还是堂兄 还是堂弟 但你这堂姐要嫁了人 出去了 那人的姓氏跟你们家不一样 除非你们家姓李 那家也姓李 那你听着一样 但是此理非彼里 它不一样 所以到这儿就会变成一个表 所以我们过去的人 过去有好多骗子经常冒充表亲 表亲信不一样 你分不清楚 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对复杂的亲戚之间的关系和称谓 搞不清楚 最近有一个特火的电视剧叫什么呢 叫狼牙榜 那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看到最经典的一个京剧 叫红灯记 红灯记里就有表书这个词 李铁梅的经典唱段 就叫我家的表书数不清 是吧 他有一段台词 他问这个李奶奶说 说奶奶呢 我怎么有那么多表书啊 李奶奶这么说的 李奶奶说呢 你们家老姑奶奶多 你表书就多呗 他这表书都是什么 都是地下党 隐藏身份来接暗号的 所以不定哪天又换一个人 又换一个人 所以这人就叫表书 表书 过去啊 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身份 是在我们所有亲族当中 既远又近的一种身份 而这个身份呢 他可以干很多事 不管是地下党员 还是成为另外一种身份的人 他很容易以这种身份来出现 而我们今天呢 表书呢 经常换成了另外一个称谓 叫什么呢 叫干爹 就摆半天了吧 你们心里一定奇怪 为什么我摆这么一个怪怪的东西 很卡通 很时尚 很好放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红桃 是一个孕妇 你说这 二孩还是二胎 找一文物多不容易啊 终于我们这有这么一孕妇 这么大肚子 你看 这个可以摸的 你们都不能摸 这个这么古 什么意思 马上要生 这肚子这么大 喊着 嘴里喊 哦哦哦 要生了 要生了 说不出了 那这件文物是什么时候的呢 我们来 估一下啊 它至少 五千年 至少五千年 红桃 我普及一个基本知识 你们不一定知道 我们早期的石器文化 尤其是新石器文化 旧石器是没有的 新石器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烧桃 桃呢 一般的来说呢 有撒沙 其实颜色很多 但是大体上分撒沙 一个是红桃 一个是灰桃 一个是黑桃 偶尔还有黄色的白色的都有 那就不管它了 主要是这仨 排序是这样的 红桃在前 灰在后 黑在更后 越往颜色深 越难烧 今天我告诉你 烧红砖就比烧灰砖便宜 历史上也是这样 那么红桃呢 有两种 一种啊 叫夹沙桃 什么叫夹沙桃呢 就这个里头有沙子 还有一种就纯粹的红桃 非常细腻 这就是夹沙桃 从这个特征上判断 这件东西就比较老 老到什么程度呢 我也不清楚 它早一定早不过培里港文化 养勺文化 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那么也可能是龙山文化 但是它一定不是南方的 不是长江流域的 一定是黄河流域的 你看我们的黄河母亲 这个你们觉得 好像看着像个秃子 不是 他毛发没法表现 你想想 你仔细想 他有一个很夸张的头发的时候 就很神 这件东西是我一个朋友送过的 他说这东西 文物性很重要 但是又值不了什么钱 说送给你吧 留给博物馆做个纪念 我还挺惦记他的 就把他收起来了 今天做这个节目 突然想把它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我们猜想他 五千年以前 甚至可以到六七千年以前 古人捏不得 这东西挺难捏的 古人有一种天然的创造力 我们今天要模仿他 也挺费劲的 你看他底下是空的 他居然能站住 他居然能站住 然后呢 他的眼 鼻子嘴 在那个时代的表达 这已经觉得很生动了 就是 给捅出来的 过去那个小豆眼 这就是小豆眼 圆的 过去我们小时候说 眼睛有两种 一种是豆眼 一种是西西米拉的 什么叫西西米拉的呀 就是有一种孩子 那眼睛特小 我眼睛小 但是我也没小成那样 这特小 西西米啊 就是过去那个高粱 高粱皮子 编席子的时候 一拉特别细的 在你 在你的手上 能拉出特别细的口子 刀子拉的都粗 细 所以那眼睛 像西西米拉的 就特细 有那种孩子 看着特别可爱 再有一种这种豆眼 你想一豆眼 和一西西米 那种横着细眼 搁在一起 还是挺喜剧的 那么我们的古人 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形象 更多的是表达 他对生育的一个渴望 我们今天 对生育的渴望 远不如过去 不要说远不如我们的 历史的各个朝代 就远不如我年轻时候 那时候年轻人 对生育的渴望 那时候很多年轻人 认为结婚生育 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今天出现了 一种叫丁克尔家族 他不想生育 结婚就是俩人搭伙 过日子 不想生育 觉得生育会给他 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这在古人眼中 是完全看不懂的 古人就把人类对生育的渴望 用这样一个形式塑造出来 跨过五千年 直达这张子坛桌子上 让你们有幸看到